好 所以蔡委員 要美國企業通通要去越南了 到時候會大手筆的投資嗎 會有很具體的成果嗎 絕對不會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經濟結構的互補 不在於它有多少SpaceX 也不在於它有多少Netflix 因為畢竟越南還是一個 所謂的共產黨一黨執政的一個國家 在這種狀況底下 美國跟它要講上價值外交都談不上 剩下一定是斤斤計較的投資 以及商業利益 或者有一些外交跟戰略上的利益 但是美國所搬過去的這些東西 對於現在越南的工業水平上 其實都搬不上什麼忙 你要賣波音飛機嗎 那你好先拿錢借我來跟你買 越南為什麼要去買你那麼多的波音飛機 再來說你越南要是買什麼高檔的東西 那可口可樂早就有了 蘋果早就有了 這不是什麼稀奇 所以你要在越南擴大多少的投資 對越南的工業基礎來講並不相配 所以短期內沒有互補的之後 沒有像中國跟它之間 波音搞不好是軍售 不是一定不是軍售 因為越南不會用他們的軍品 不會用他們的軍品 所以對於越南來講 要把它的軍事上的這種所謂的 平常的修復系統改成美軍系統 那還走得路遠的 對越南來講不划算 而且越南現在沒有所謂 那其實要戰爭的一個需要 你說越南跟誰戰 跟柬埔産嗎 還是 不過洛克希的馬丁有趣 我跟你講 那個都談不上什麼聲音 越南人一定斤斤計較說 你給我什麼好處嘛 對不對 那你能夠把美國的軍火生產線搬到越南 來讓我們做工嗎 也不會嘛 對 這樣不可能 對 那你搬得可口可樂來 搞不好賣到東南亞去 還更實際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是屬於消費性工業 這美國剛好跟它沒辦法互補 但至少可以擺擺樣子嘛 擺擺樣子 最好是美國直接給現金嘛 這比較實際 現在歐洲國家 歐盟現在也來嗎 它有兩個關鍵的法案 一個叫關鍵原料法案 一個是淨零碳排產業法 是不是就是衝著中國大陸的稀土 還有中國大陸的太陽能產業 但是現在你看 它現在不斷的有提出多種的要求 那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得到 他們的達成他們的目標 你說你真的能卡嗎 如果你真能卡的話 要不然先去看一下美國的例子 因為美國也要去卡中國的太陽能 結果後來還不是一樣放寬了 路透也有報過 說美國從中國進口太陽能板數量 還是增加了 所以現在歐盟現在這兩個法案 你說能夠推到什麼程度呢 委員 這兩個法案是一定失敗的 因為法案的通過並不現實 並沒有建立在一個實際的基礎上來考量 可是法案是政治人物在通過了 並不是經濟體系的需求 因為美國給歐盟的政治人物說 來 你站到我這邊 要站對 要靠邊 所以你要表達出某種程度 是等於準制裁中國大陸的產品這種做法 可是為什麼做不到呢 第一個有關於太陽能面板 CP值最高的太陽能面板 公認就是中國大陸 又便宜又好用量又大 而且要能夠及時來裝配 那你歐盟如果要推動所謂的氣候減排 請問你 你跟誰買啊 沒有啊 你跟越南買嗎 跟美國買嗎 你自己也做不出來 因為太陽能面板沒辦法 全世界最大產能都在中國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稀土它通過那個法案 其實的目的就是說 我們趕快在歐盟國家裡面 把很多的廢料回收 其中提煉出稀土相關的金屬 他要做這個工作 那沒有技術誰來幫忙 聽說日本有 那日本來幫忙 那這個做法也不能說錯 因為至少是環保 節省這些廢物的一種利用嘛 但是有個問題就來了 它成本會非常的高 是啊 那底成本非常高 又回到經濟問題了 那人家其他人 用中國的稀土礦的話 成本低又好用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競爭下去 看不見的手 就會把你那種看得見的手 給甩到一邊去啊 這個美國不就是這個情形嗎 對 要削減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 搞個老闆連逆差還擴大 為什麼 因為你看不見的手 就是會甩開你看得見的手嘛 所以你政治上的干預 並不符合現實 那你好了 短期內這個歐洲的企業 聽你的話 那試試看嘛 看你能收到多少 已經使用過的廢料 那裡面能夠提煉出 多少稀土的金屬嘛 那人家現有的稀土 提煉出來的純度又高 價錢又低 那我看不出來你哪一邊會贏嗎 那你說要這個太陽能面板 要找其他國家供應鏈 叫做友好供應鏈 那友好供應鏈 連我們台灣都沒有在裡面 我就很納貌 我們不是跟歐洲 美國很好嗎 我們就沒有在 這個他們的友好供應鏈裡面 沒有啊 那你除了台灣有這種 製造太陽能面板的一個技術 我們的成本也很高啊 不要講別人好不好 結果以台積電 張宙某曾經推動過 要做一個很大規模的 太陽能面板廠啊 結果怎麼樣 倒閉啦 為什麼 因為不是他的本行啊 他也輸啦 所以這種高度的價格競爭 CP值一定要夠 那你 我實在看不出來 哪一個國家能夠取代 中國在太陽能面板上的 世界地位啊 可是委員 現在美國極力在追趕啊 所以你看到他們的MIT 他們研發了非常輕又薄 又柔韌的太陽能板 說重量只有傳統的1% 1公斤發電功率高出18倍 而且還可以有不規則彎曲的表面 他都可以裝 所以看起來 美國好像也很努力在研發 量產的再說啦 就舉個例子 韓國不是出了一款手機啊 說手機面板可以彎啊 就搞到老半天 現在還賣不出去啊 銷售量還不好啊 所以這個CP值 我跟大家解釋的概念 有的時候不是你有多陷進 而是在市場上 大家覺得說我花這個錢買 這個值不值得 那如果說你是哇很彎很彎 那你好吧 你賣的比我們現在還便宜 可不可以啊 那真的要裝它一個面板 又有幾個地方需要你彎的 這也是很大的一個納悶啊 不過你去看看我們台灣那個所謂 台南那些鬧得很厲害的 所謂魚店共生有沒有 你跟那些移民講說 哎呀這個你在那個魚尺上面 裝這個東西啊 成本是人家的三倍 而且可以彎看它要不要嘛 是啦 感謝現在呢亮哥 那還有一個TikTok 那個三星也說它3nm做出來了 那兩綠只有20% 但是話說回來 現在我們要看的是 美國自己本身 它的後花園是不是有一點 嗯 岌岌可危啊 蔡委員我們看到 在目前當然啦 講到宏都拉斯 大家最近關係的都是 跟中華民國的邦交關係啊 可是現在美國派了一個 前聯邦參議員陶德 他還是以總統特別顧問的身份 3月17到21號要去宏都拉斯 還要去巴拿馬 你說去宏都拉斯的話 當然就說是為了要顧邦交了 要幫台灣啊挺台灣啊 可是去巴拿馬是幹嘛呢 因為巴拿馬 早就已經跟中華民國斷交了 不是嗎 所以到這一次它的這個行程當中 你說來說去是不是還是要顧及到 美國的利益呢 那你怎麼看呢 委員 當然美國派出特使去觀照 美國的自己的利益是天堅地益的事情 那因為美國跟這個中南美洲 以及南美洲之間的關係啊 其實是淵遠留長又湊重複雜 真的是一言難盡 那今天這個所謂很多的中南美洲國家 在政策上啊 他們的術語叫向左轉 那這種向左轉 當然跟我們一般的亞洲地基講的 向左轉性質不太一樣 那就是帶有一點點的 跟美國不太和諧的反美的調性 但是又沒有說跟美國要對抗 那同時在這個經濟政策上面啊 希望多跟中國接近 多遠離美國 因為跟美國做生意不賺錢嘛 這是個現實問題啊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 候選人 像最近巴拉圭的在野黨候選人 就說我當選的時候 我要跟中國建交 然後這個宏都拉斯的 這個現任的總統 在競選之前的時候 我當選人又要跟中國建交 那這兩天宏都拉斯的總統 卡斯祖女士又在推特講說 我指示我們的政府官員 開始跟中國接觸建交事宜 他如果真的有談好了 馬上就宣布嘛 那為什麼這麼做 就是叫板 就是我先把牌子打出來 看看你美國什麼反應 看看你台灣什麼反應 那台灣大概措手不及也不曉得怎麼辦 你看這兩天吳釗燮 蔡英文 陳建仁都是支支吾吾了 不曉得言不及不知道講什麼 那美國派出特使來當然幹什麼 很簡單嘛 宏都拉斯上一次我們賀解力副總統 來的時候答應你的東西 可能沒有兌現 那這個你還要求什麼 這個我來幫你跟台灣要 很簡單嘛 就是因為這個不用去談別的 那什麼叫跟台灣要呢 吳釗燮自己拿磚頭雜誌也繳 包括蔡英文 你給立陶宛12億美金 360億台幣 建交也沒有 辦事處也沒設立 一下子就給了這麼多錢 宏都拉斯看裡面 300 這個12億美金 那你一年給我1億美金 剛好給我12年不差不多 我還跟你建交 有什麼不對 合情合理 好啦 但是你如果真的給宏都拉斯 那巴拉圭跑來了 巴拉圭總統 人家已經是要了這麼多了 你要多少 巴拉圭是要10億 那個時候金融時報已經做到了 10億美金還是比立陶宛12億少 你要這樣算 所以要再加碼 那好 你以為這兩個開口嗎 還有瓜地馬拉 貝里斯說 立陶宛人口只有300萬 對啊 陸拉斯1000萬 那貝里斯50萬他也要啊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這個 所以我是說 當時處理立陶宛很多人 包括這個賴教授 郭教授 他們早就有想到這一點 已經講了好久了 沒想到現在槓上開花了 好吧 你就是大國要這麼多 不要忘記 我們還有很多小國啊 對不對 聖文森你要給多少啊 對不對 後面還多著咧 對啊 每個都開口要 然後所以這次陶德 難不成就是 趕快跑一趟宏都拉斯 然後呢做筆記 然後把那個紙條再傳給誰 傳給蔡英文嗎 他不用給紙條 直接下令 直接下令 海荒鮑魚干貝XO醬 裡面有嚴選新鮮的頂級海鮮 跟蜜質的獨家配方 還有富含膠原蛋白 還有黏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質鮮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豐富 現在購買還有優惠喔 輸入我的優惠代碼 CTI 714 享有折扣喔